所以我覺得現在現階段 不管是蔣萬安也好 或者所謂的趙少康也好 他們在攻擊 攻擊衛福部 其實在延續前面要打陳時中 但是這樣子講 真正的善良 我覺得陳時中真的是修養很好 你看輝瑞元部長是直接反擊 以前陳時中部長 當指揮官的時候 是你不管怎麼樣去攻擊他情緒 他總是穩穩的跟你講說 我們防疫要照步驟走 我覺得他到參選 他還是這樣的態度 就是說我們這應該要怎麼樣 照步驟走 市政院警示怎麼樣 他不跟你吵那個所謂的 這個詐騙怎麼樣 或者是我覺得他少掉 這政治口水 所以最後真的要支持善良的人 其實我覺得蔣萬安 講的沒有錯 要相信善良可以戰勝邪惡 戰勝邪惡是什麼 善良的指揮官 我要這樣子講 上個禮拜有千個學者的連署 支持陳時中 那裡面有百位的海外學者 他們提了一個觀點 他說國際上在看 不管是BBC的報導 不管是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在看臺灣的防疫都是第一名的 都非常好 都肯定 那為什麼我們在國際上看的是這樣 在臺灣突然整天 講話跟你跳針 說高端怎麼樣搞 整天在跟你講說 這個防疫過去害死多少人 他沒有想到說防疫政策其實改變了 過去是一個清零的政策 後面因為OMICRON 大家評估完之後認為說 他的死亡率可能沒有那麼高 九成九以上都都是輕症 或者是沒症狀 在這樣的評估之下 變成一個共存 然後他該你炒作說 你看現在每天都幾萬人在感染 臺灣這個數字 代表說我們醫療體系沒有崩潰 守這麼久 醫療體系沒有崩潰 才不會在死亡率上面 上升到國際上 這樣的一個情況 臺灣在這個 這一個過程裡面 海外學者為什麼會連署支持 為什麼海外學者會講說 臺灣在國際上面的防疫評比 為什麼到選舉之後就馬上跟國際的報導觀念就完全相反 我覺得曹董講的非常正確 曹信誠董事長講說 臺灣的目前的這個客觀的數據 在防疫上面 其實我們在國際上的評比非常好 到現在變成講萬安口中 或者是所謂趙少綱孔中 好像是害人害死人的這種操作仇恨的方式 我認為這種二職的選舉的風氣 是不足取 好幾個關於仇恨值的部分 我們慢慢的來梳理發現其實它可能是情緒跟政治立場的反應會不會比較多一點呢 也很謝謝幾位幫我們做詳細的說明 昨天曲照翔教授在我們節目裡面講到了一個 他說我們的染疫人數到目前為止累積800多萬 他說是全世界的前三名的比例多 那今天衛福部的指揮中心王必勝指揮官用數據做了一個說明 其實因為他昨天提出這個說法 然後藍營的媒體有一起的報導 可見得這也滿有點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攻擊城市中的目標 後來我下了節目之後 我有去請教李秘醫師防疫專家 我說剛才在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一位教授他提到800萬確診率 確診的人數是不是過高 有沒有什麼全球地賽 他說其實看染疫的人數沒有人看確診的 是看死亡率跟重症率 那我們的這個死亡率在全球的開發中開發國家裡面 其實是最優表現的第五名跟第六名左右 那今天呢王必勝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看起來到這個所謂的仇恨制啊 或者是誰善良誰邪惡啊 到了某種程度要來梳理的情況之下呢 選舉最後的總動員會是什麼 請教青皇 因為講官說善良可以打敗側翼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他在讚美陳時中啊 因為禮拜天的那個遊行 真的還蠻善良的 我個人只有參加你知道嗎 因為參加遊行 如果我不知道這個 中天贊不贊成我的看法 如果是藍營發動的遊行 我告訴你漆海飄洋 然後一定是這個正背高呼 然後呢大家呢走在路上 聲音很洪亮 然後往前走 而且呢走到一半呢 還要到小吃店去吃點東西 然後呢 這個結束之後 還要坐捷運 在捷運上面呢 開心的互相交換意見 高雄上次高那個韓國瑜的時候 跌太久了 是不是在捷運的時候 還唱這個大唱什麼夜襲等等 可是台北的為愛而走 這個疼惜台北 支持陳時中的那個 那個就很像一個交友 就很溫暖 很溫和 我不騙你 連喊那個洞蒜的人呢 都是都是裡面的人 喊的聲音也不夠了不起 所以到底誰善良 就是那場遊行 是不是讓蔣官安發現原來仇恨值 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同溫層的水壺裡燒的 然後旁邊的這些人 遊行那一天所展現出來的這個場面 會讓他害怕 第二 林鶴鳴他當時幫助柯文哲 2014年的遊行跟2022年遊行 他們把照片比對出來 說是熱情出來了 同溫層外溢的這個 是結果呢是理想的 第三張藝善 他今天當中訪問他 他說這個目標可不可以達成 很難講 蔡英文總統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台北贏了韓國瑜 他得了87萬票好像 他說如果有七成出來投柯文哲 你要讓投蔡英文的人七成出來 不簡單 所以目前 這個阿中陣營的樂觀是這樣 那蔣萬恩陣營的樂觀 當然就是仇恨值達到最高潮 他現在已經勝決在我呀 至於黃珊珊 後世好像看好耶 哇你問了其實三個問題 但是三個問題 我覺得我分別回答一下 就是說 我三個問題分別講一下 第一個是 其實我覺得那個累積確診人數 就是因為昨天你那一集我有看 我有看了曲道祥的說法 但是我說用這個說法 為什麼坦白說 以這個世界潮流來講 是非常不精準的 是因為對全世界現在各國來講 沒有人在看累積確診人數的 對不起 但現在大家都在正常生活 因為我才剛從日本玩完六天回來而已 如果日本人也像我們一樣 用這種方式來計算的話 日本的觀光也不需要開放了 大家現在就繼續保持封鎖就好了 我去日本的時候 剛好就是日本觀光的轉捩點 就是從那個座位 你知道日本有一段時間多尷尬 你一家人四口就到日本的飯店去 那飯店早上不是有buffet嗎 那飯店要裝隔板嘛 所以你們一家四口坐在這位置的四方 對不起隔板就是隔起來 全家人面對隔板 沒有辦法直接說飯 現在已經拿掉了嗎 現在開始陸續拿掉 就比如說我去餐廳 我坐下來 店家會主動幫我把隔板移到旁邊去 讓你可以正常的吃飯 這就是現在日本的狀況 所以我問你 這個是日本的現在確診數字 你看現在日本確診數字 飆高到這個階段 那我問你這個數字 對日本有沒有意義 請問日本會因為這個數字 就決定要把國家再鎖起來 不開放嗎 不會啊 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因為像我這次去 還需要疫苗證明 再過一兩個月 你們去的時候可能疫苗證明都不需要了 因為日本政府已經在研究 不需要疫苗證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走開放 所以像我這波去超級划算 為什麼 因為匯率很便宜 買名牌的東西 因為太久沒人買了 所以打折也很深 一打就打到五折都有 所以我這次去順便買了很多名牌 買萬寶龍愛馬仕買回家 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對我對我來講 你看去了日本一趟 你至少知道世界趨勢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知道世界趨勢 現在走向開放 沒有人在計較那個確診數字 所以你拿確診數字 去告訴大家說哎呀 這個確診數字跑到八百萬了 表示臺灣政府做的有夠爛 對不起 全世界各國 只要是走向開放的國家 確診數字甚至已經多到 已經有人沒有在統計了 因為把它當作一般的流感 那當作一般流感 就是什麼好統計的 現在有疫苗有藥物 所以你現在去看日本人 像我去的時候 就剛好日本人就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從一開始我剛進入境的時候 戶外還有人戴口罩 結果你知道我到開始到日本警區 去的時候很多人口罩都拿下來 像我去天橋綠 整排沒有人在戴口罩 他就直接拿下口罩 就像呼吸新鮮空氣 就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變化 所以這就是現在真正的趨勢 所以沒有人拿那個累積確診人數 當作說評價一個政府做得好 還是做不好 所以累積確診之後 這個病在你的國家 有沒有變成像流感一樣的小病 然後很容易治好 那個才是指標 死亡率很低 死亡數很低 這個才是指標 所以這個昨天我看完了之後 剛好今天在節目上可以拿出來講 回應 做一個回應 隔日的回應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第二個在選舉裡面 在臺北市場選舉也是一樣 我曾經講過一件事 這個仇恨值這三個字 擺明就是這場選舉 刻意畫出來的嘛 以前什麼時候特意拿仇恨值這三個字 所以你去注意一件事 是特定幾個藍營的那個媒體人跟意見 你就一直把仇恨值三個字掛在嘴巴上面 所以才一直用仇恨值這三個字 因為仇恨這兩個字跟討厭兩個字 聽起來 我們在語意上嚴重程度是不一樣的 以前我們在做民調 比如說你不喜歡誰嘛 你討厭誰就這樣子而已嘛 你會用仇恨這兩個字去做民調 不會嘛 所以今年有很多是刻意被操作出來 是用文字的方式去加重 他對陳志忠反感的語氣 所以把仇恨值三個字給拿出來 但是回過來 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其實幾次在臺北市 比較成功的選舉 你看像二零一四的選舉 或是像阿扁的快樂希望 就基本上在臺北市的選民裡面 真的有一群是希望說 你選舉比較正面的 你選舉我希望你選的正面 你我選舉至少是看起來會開心的 知道希望跟願景在哪邊 而不是選舉選到最後 好像愁眉苦臉 最後迫不得已 感覺因為國家會滅亡 所以我就一定要投票給你 你選臺北市長選到這種程度 你不覺得你很辛苦嗎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你看陳志忠的主軸 一直都沒有拉到那種事情上面去 所以陳志忠的主軸 他這次我們說 他這次禮拜天的遊行 拉得很明確 去到現場的 我看到我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場景 就是有那種故意到現場去 就表達不同的意見的 就是說他討厭陳志忠的 就是去比這樣倒戰的 也有這種人 但比這種人 那現場的民眾竟然跟他拍手 然後跟他說 我們接受你的意見 就是你有你表達的自由 結果這民眾就是默默 就從這樣轉成這樣 這個也有 就是我的意思說 在這場選舉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陳志忠 現場那場遊行裡面 人是真的有夠多 所以我聽到 就是有去現場參加的人 都跟我講說 主辦單位估十五萬人 我就說 我說這數字很高 就有去 我有一個朋友去到現場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以為這數字很高 但是因為你沒有看到旁邊 有很多人 他沒有去參加有行 在旁邊一直在幫人拍手 那一種 他說你把旁邊在看 在拍手 這些人算在一起 他說實際人數其實更多 那換言之 臺北市場這場選舉裡面 用一個詞叫憋屈 就臺北市的選民 就是看大家打負面 就憋屈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好像看到光線一樣 終於你們一開始 用比較正面的選舉的方式 所以用這種方式走出來 因為我們這樣持平而論 這個陳時中的選舉 在這次因為他打出了這樣的氣氛 然後同時對於陳時中支持來講 這個氣氛剛好也鼓勵大家都上街頭 所以人數真的非常的多 可是除了陳時中之外 你可以看到的是在黃山山的造勢場合 也有類似的狀況 對啊 剛才講的這個 黃山山的造勢場合 也沒有訴求 就是那種仇恨 或是什麼那個那種悲憤 那種非常憤怒的那種感覺 也沒有 我有看黃山山整場的造勢活動 你看他的訴求也是一樣 除了年輕人唱唱跳跳之外 他找了一個YouTuber 一個百萬的YouTuber網紅 到臺上去講話 然後到後來你也看到 這個美人姐也上臺去了 上臺去之後 他講那段話 還變成現場一個最重要的亮點 因為他講說這個市長 我這一票 我會投給黃山山 但是議員這一票 我會投給王世堅 哇 這句話一講完之後 旁邊的柯文哲跟黃山山 兩個笑得很大聲 結果只有有一個人臉塌下來 就是民眾黨要選中山區的議員 候選人臉都塌下來了 因為他說他說要投給王世堅 那其他的民眾黨中山區的市議員 怎麼辦 所以他一講完之後 你就發現他現場的整場 黃山山活動到最後高點 當然是在他在秀 他兒子的那封信的時候 所以黃山山的數據 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他也沒有打 就是就是看起來很悲情仇恨的 這場選舉 所以反而兩個人 我相信兩個人現在狀況是 他們在自己的支持上 應該都是不錯 穩定的 所以蔣萬元看到黃山山的票跑不掉了 這就是問題的 因為我因為我就講過了 這在今年一初期一二月的時候 當時蔣萬元找找媒體人 找他們國民黨的市議員參序的時候 那是二月的事情 二月的時候就在跟人家喊氣寶氣寶這件事情 當時我就想說有沒有這麼沒出息 這一場選舉一開始就定掉主軸 就是用氣寶 結果到最後主軸果然還是氣寶 你看從二月到現在十一月都沒有騙過 這個這個你就會發現對於臺北市民來講 我坦白講這是不公平的啦 就是你們如果選擇主軸到最後就只剩這種方式可以用 對市民來講 坦白這個有點有點哀傷 但是不管至少你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在陳時中的造勢成功之後呢 我發現就是對於民進黨選民的表態率變高了 就大家比較敢出來說 我支持陳時中 一個人幫他拉十票 就這種氣氛在綠營的選民裡面 氛圍是在發酵當中 因為他們造勢場合都這樣子 你看造勢場每個都是一人 五票 一人九十票 他們那天回去之後 就開始大家大方去打電話 開始就拉人要投陳時中 這個是那個氛圍 然後對黃山山來講呢 之前本來有一段時間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黃山山有一段時間民調基本上 那時候是 就是我說之前大水漫暗的時候 他是看起來是受柯文哲衝擊的影響 可是呢 你現在看到是從他的造勢場合之後 看起來人家黃山山也是站穩腳步了 而且黃山山的選舉的 那個訴求是出去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市政的專業 那我也願意服務 然後連我的兒子都願意支持 我來服務跟貢獻 所以他對於他的選民訴求其實好的 尤其是什麼呢 在藍營的同溫層裡面 他對於知識藍來講是有說服力的 為什麼 人家市政的瞭解 程度 鮮瘦程度 確實就真的比蔣萬安高 因為郝龍斌曾經對 所以 所以你有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在本節目有講過 你要看到這個黃山山對蔣萬安 講真的重話的時候很少 可是當這個現場的活動 黃山山可以跟蔣萬安講 就是說你們難道選一個 只在乎血統的人嗎 這種話 你很平庸靠的 只是血統 蔻姐講得非常完整 你很平庸靠的只是血統 結果當黃山山講出這句話 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這句話很大的程度是喊給誰聽的 他是喊給藍營的選民聽的 知識藍 喊給藍營的選民聽的 為什麼 因為藍營的選民 只要稍微用腦筋思考過 就會發現在市政的 鹹熟度上面 黃山山 確實是比蔣萬安來的高 這是事實嘛 因為他當了這麼多年的議員 又當了副市長 所以他的市政鹹熟度又高 不但鹹熟度高 那黃山山又跟你講 一件事情就是 他就告訴你 我不是靠血統的 我是靠我努力的 確實黃山山也是靠自己努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當他講出來之後 這個東西對於藍營來講 所以才會這幾天傳出有個消息 就是跟 也是來自於這個 蔣萬安他們陣營 他們就認為說 他們最近要設法要突破 不然他們覺得現在情況 就是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 就是有點悶 他們也察覺到現在有悶的狀況 他們也發現到現在有悶的狀況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講 民調數字的東西 但是他們用悶這個字來形容 其實大家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所以這也反映出來 一個選舉的客觀態勢 就是在臺北市 這個戰場上面很顯然 蔣萬安之前所選擇的 就是本來他們認為說 就是我只要冷處理 冷處理 冷處理 冷處理自己的正義 默默到當選 冷處理到當選 這是他本來的策略 可是現在看起來 冷處理到當選的策略 反而造就了 哇 陳時中很成功的把自己的這個 我們說支持者吹出來 然後很成功帶出來 你知道那個那個氣氛 陳時中的氣氛不是只有他同溫層知識者 他是可以跨越到年輕人去的 所以他遊戲裡面看到很多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是出來表態的 所以他反而是從之前本來要接觸 那個跨過同溫層接觸年輕人難度變高 但是因為這次遊行 反而接觸年輕人 然後讓年輕人表態率也變高 這件事他成功了 那黃珊珊的造勢活動呢 也成功的讓他的支持者 你重新怎樣凝固起來 尤其是哪裡 現場 其實支持黃珊珊高峰 其實是有一句話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 是宇美人到現場去 然後說這個跨越藍利 我們投給黃珊珊因為我們都是自由人 他講了自由人這三個 制度的時候 現場黃珊珊的支持者 嗨成一片 所以表示說 他們現場的這些支持者是有 他們等於是有另外一群的共同的信仰 所以有了共同信仰的支持者 就會出現一個現象 他就很鐵 他就不是你想氣寶 就可以氣寶對象 所以對黃珊珊來講 他已經達成了這個作用 就是他的支持者 彼此之間有大家有共同的語言 跟相信的話語的時候 他就變得很鐵 所以你要操作他的氣寶 我跟你講難度就很高了 所以當黃珊珊變得很鐵 然後當陳松這個地方跨越到年輕人去的時候 你請問蔣萬的有造勢活動嗎 所以他只好說善良可以打敗徹一 這句話聽得也是悶啊 這個黃珊那一天的造勢最成功的是 柯文哲變配角中的配角 完全沒有亮點對不對 第二 連我個人對那天都很感動 一方面有媽媽嘛 對 甘親的這個黃珊珊 而且最重要的是黃珊珊懷孕的時候 我還跟他一起上節目啊 我應該印象中是這樣 所以他的兒子的那一封信 會讓人家看到的不只是兒子支持他 而是他單親媽媽帶著兒子律師出身 然後投入議員 又被柯文哲那個團隊給糟蹋 那麼久的辛苦 如果不是因為柯文哲 很多喜歡黃珊珊的人會去投給黃珊珊的耶 這是我在我的身邊所聽到的很多的回應 我們馬上回來看 在台北的蔣灣如果很悶的話 那在新竹是誰悶呢 是林根人悶呢 還是高鴻安 沈輝鴻悶呢 或者還是柯種昭悶呢 馬上回來 中文字幕作為人數字幕 李宗盛